上月25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大型婚前派对的幸福元妻阿娇中心童 6月6日晚结束月至蜜月旅行 带着老公赖红果返回香港 阿娇在机场被媒体围堵 全程整个人活像小女生一样 和老公实质紧扣并且笑容满面 看得出她生活得非常美满 但据悉赖红果送阿娇回家后 第二天就要回台湾了 虽然夫妻俩暂时要分别 但依然挡不住两人间的浓浓爱意 6月7日当天 见到阿娇在个人社交账号中 发表了老公的帅气照片 画面是由两张照片合成的 一张是老公和鲜花的自拍 另一张则是老公做着可爱的姿势 帮别人拍照的照片 相信当时赖红果正在帮阿娇拍美照了 阿娇在相片下留言称 今日笑一笑 并爱特老公的个人社交账号 非常甜蜜 另外 赖红果在见到太太的更新后 则在留言下回复称 说好的帅照呢 加上两个哭泣的表情 而阿萨也在照片下留言 说到作品名 人比花娇 并加上八个哭的表情 将留言包围住 好了好了 知道你们幸福了 真是花式虐狗 虐不停呀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